公司同事竟然成了我的顶头领导 你嗓子干净喝多喝热水 别在我这找存在感 听到了吗 你自己听啊 都得听我的 这边笑容力的后悔是吧 你干什么 别动 我现在是你领导 本周被人抽传呢 笑容力的装饶甲 我喝老板 这垃圾图里有垃圾 可我摆成一条款啊 不是 走吧 粒子 粒子体重100 体重100 你是1米7的身高 怎么知道也得减到80斤以内吧 脸为17 这大脸盘是不是都对我们美妆族人吧 小和 按着达人规章制度 罚他跑路减肥去 下个 快点小爷 先生 你没必要拿着官腔来针对我吧 不要诋毁我 大家都听着呢 我现在呢就是在履行我经纪人的义务 你被罚完全是因为你没有符合公司标准 不掺杂任何私人情感 听到了吗 小和 粒子 要不你还是去 真的 你罚他 我同意了吗 粒子走 哎 哎呀 别气了 有我的放心哦 谢谢吧 嗯 对了 送你这个 makeup fairy新品仿真机粉底液 我终于找到一个不卡表情纹的粉底液了 哇 真的呀 用这个胶弹蛋上妆 硅胶面上妆不吃粉 平配就特别附贴 然后再用浅色的海绵这一边 拍云 我的天呐 这个妆感真的好自然啊 它的真撒力和妆感之间真的平衡得好好好 是啊 就像你自己本来的好皮肤一样 你看都自然 正好最近很多粉底液在关心粉底液卡粉的问题 我们给大家做个测试 嗯 然后让我做粘胶两个小时 大家还去看身体 哇 哎 你看这么扯还是金鱼腐贴 这边已经开肋掉渣了 好生气啊 但是里面的微网科技可以让粉底液吸附在你的脸上 跟着你的皮肤一起做运动 就算持妆一天也不会服粉卡文 嗯 真的 嗯 嗯 还有例子 刚才公司领导才商量下 现在你不服管家和女装领导处于停号的处罚 还有5000次检讨下班教导办公室 不是 我说你 哎 你们不服我这个经纪人 总不连公司规章制度 连浩哥的面子都不给吧 我告诉你 我烧酒例子只付正当的管理合格的领导 浩哥 你听到了吗 你们现在说话 说的例子就是这么嚣张 烧酒例子 我出差你真以为自己能化 我天了 啊 我告诉你啊 美装部还不是你能说话的地方 哼 你们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员工只有触犯公司原则的时候 领导才能处罚 请问例子做错了什么 哪个规定哪个条款 说不出来是吧 打着领导旗号其他员工 你信不信我打电话给我爸 让你们滚蛋啊 我们这也是现在公司大举考虑 是为多数利益发展 菜头我们是当领导的 怎么可能希望员工坏呢 什么魔错样 就你们这种行为的领导 只会拖公司后腿 不承认是吧 行 只要这几粉丝互升高 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爸 则你们这些不称职的领导